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伊贝诗伊贝诗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途牛 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赢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林志玲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 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进入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百万红包等您来拿 现在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即可网上报名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著名的心理专家余季静余老师 欢迎余老师 华语嘉宾的高级副总裁屈伟屈老师 欢迎屈老师 爱情导师徒类徒老师 欢迎徒老师 我们先来了解第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他刚领了证 但是还没有白酒席 领证之前他对我挺好的 可是把我骗到手之后 却完全变了 对我的承诺也完全做不到了 我们开了一间理发店 现在经营得比较困难 他作为妻子应该体谅我 不应该懂挑战件事 之前他让我到店里做老板娘 可是现在我白天在店里当伙计 晚上回到家里 还要当保姆 跟他在一起受的窝囊气 实在是太多了 过日子不就是先苦后甜吗 他现在如果能死心塌地地 跟我一起奋斗 我以后补偿他也不行吗 我真的不想刚领完证没多久就离婚 可是我越将就他 他却越做伤害我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显然这是一对处在 婚姻十字路口的小夫妻 我们的老师会如何帮助这一对呢 掌声请出这对小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张 24岁来自唐山美发师 女嘉宾小刘 22岁来自哈尔滨 各体户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结婚有多久啊 领证 但是没结婚呢 没办法酒席 嘿嘿嘿 领了证不就结了婚了吗 姑娘 但是他们家到现在 也没有办法九席 这跟九席没关系 在法律上你们是夫妻了 你告诉我你领证多久了 领证得有半年了吧 新婚夫妇 什么问题 怎么了 就是我感觉 他把我骗到手之后 就不在乎我了 结婚之前对我那些承诺 都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兑现过 他都承诺了一些 什么没兑现 像比如说刚开始领证之前 他说他想开个理发店 然后我就把我这两年 挣的工资钱 全都给拿了 让他开理发店了 后来他说 他那个店里开一段生 生意不好 他说让我把我的工资辞了 给他去帮忙 做老板娘帮他收收账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我再来说 还有我的工资 我说 这个是 什么 我说 我说 这是 中文字幕——YK 跟我妈妈打电话 说你不电话跟我过了 还跟我妈妈放狠话 说要把彩礼钱退回来 要跟我离婚 我就因为这个 我一时之下生气 我才去闺蜜家去了 住了一段时间 还有其他的事 没有除了半酒席 有啊 在林郑之前也说 好好咱们就是领完证之后 咱们就单独出去过 不跟父母一起过了 可是现在还是跟父母一起过呢 咱们家平时在店里 生也挺忙的 跟父母一块住 平时照顾照顾咱们也不挺好 平时给咱们做个晚饭啥的 在帮咱们手手洗洗衣服啥的 父母什么时候 做家务回忆不都是我做的吗 那你不知道 为啥让你做家务 他当着父母面说 早知道跟你父母一块住 我都不结这个婚 你说当时父母也挺生气 我现在让他平时在家 多做点家务啥 让父母看看也挺好的 那我说完之后了 我不也是感觉我错了吗 我给你父母道歉了 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这件事 你就开始刁难我吧 白天在店里当小公 晚上回家当保姆 什么事都让我干 就是家务什么的 他都不让父母插手 那女的在家还不应该 做点家务啊 是应该做家务 但是什么事都让我做 我在店里一天 我也挺忙的 回到家 我也想小孩休息一会儿 可是什么事都让我做 找我做这 找我做那个 我就抱怨了几句 他甚至还上了那脾气 打我动手 那我当时脾气 也是一直冲动 反正可能有点激断了 当时 你当时怎么看上 那小子的呀 因为刚开始吧 他对我就是特别好 没领真实钱 什么事都都医着我 我说什么是什么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那个时候 我在舞蹈班里带课 他有个朋友 也是在我那个舞蹈班 是带课的一个老师 他就去没事的时候 他就去找他 时间长 总长得让他就开始 就是一点点的 就开始追求我 那你现在跟他结了婚之后 你再去做舞蹈老师 不可以吗 他不让我去做 我说过 领证之前 他跟我说的挺好的 就说你过来 帮我一段时间 帮我这段时间 就是艰难 这段时间过去之后 你再回去做你的事业 等过后领完证之后 我再跟他提 他大半天就开始骂我 他甚至那天 打完我之后 甚至把我医生都熟了熟 大半夜的 给我扔到外面 让我滚回老家去 我就想 跟你在一起两年多了 我挺不容易的 因为跟你结婚 我父母也不想 让我家到这么远 我还闹了别扭 闹挺僵的 你现在说让我来就来说 让我走就走 我给你拿我当什么了 拿我当你老婆了吗 那我不是也是 电视生意不好 也平时压力特别大 你压力大 我也挺压力大的 你完证之后 你到电视对我什么样呢 宁可小公闲着 你都让我去做 我不会剪的 我对这件事情 我都一圈不同 我也不喜欢这个东西 我不是嫌让你削点 往后站来在一起干吗 现在确实困难 我心里也知道 我对你体系是不好 不是困难 你就自己开你的理发店 让她去做她的舞蹈老师 各做各的事业 不就完了吗 我不想一个女的 长天在外边 干其他事去 哦 你是这么想的 听明白了 我不喜欢做东西 她都现在都逼着我去做 你要不做她会怎样 她都开始骂我 当着那么多顾客面 还有那么多员工面 她都开始骂我 一点面子都不留给我 就比如说有一次吧 一个老同事她结婚了 我好说歹说的 她才给我两个小时 让我出去参加婚礼去 然后来回坐车 都得一个多小时 再加上去去旧什么的 都不够 她左个电话 又一个电话催我 我也着急啊 我就迟到了 那个一个多小时时间 她刚进屋 我没能说话 她大翻雷霆 还有个烫头部的顾客 还有那个员工在那 当时我给你打了少许个电话 你就没接 不我也着急 我也不知道 你个女孩子 出气干啥去了 再说待天店里挺忙的 我去参加婚礼去 你也知道啊 但回来之后 她就拽着去 当这么多人顾客面 就开始骂我 你当时为什么要嫁她呀 因为刚开始 没结婚前 对我挺好的 对我特别好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没想到 你没想到领了结婚就全变了 是吧 对 其实我感觉我也没变 我都感觉 我们两个现在在一起 她是我老婆 应该为我分担一些事 因为我一年也没有一个休息时间 每天都在店里 一天工作十个小时 也挺累的 她在你那店里工作吗 在店里 对啊 她是一年365天也不休息吗 嗯 她是不是除了店里的活之外 还要回家伺候你呢 那谁更累呢兄弟 谁要来这个节目的 我 来干嘛 我想跟她离婚 但是一想之前 我心里有点软了 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我想请各位老师 帮我出出主意 她跟你离婚你同意吗 同意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以后会好的 一点点 什么会好的 你是觉得这姑娘 觉得跟你苦啊 还是说人家觉得 因为你对人家不好 人家觉得心里苦啊 那我对她不好 她伤心的 对啊 那你干嘛对她不好呢 我对她也挺好的 没有说她说的这么严重 现在她就甚至 就是把我自由什么都克制了 她说出狱的时候就出现 有一次她朋友给她打电话 说让她出去喝酒去 从下午出去的 到凌晨晚上一两点才回来喝酒 你说我自己在店里 我也挺累的看着店 回去我也想早睡一会儿 睡得正香 她进门就开始就 嗷嗷喊我名字 就吵着我 那你当时也不能揣我呀 你这大时候小时候 就把你父母都吵醒了 我就踢了你一下 也不算揣 就挨了你一下就而已 你反过来不也是打我了吗 不止一次两次了 这是第二次了 你怕她吗 我不怕她 但我就是感觉 你看两年多时间 我其实挺喜欢 挺爱她的 领证之后 就是这一半年时间 什么事我都一认她 都忍着她 等于你们俩的地位 因为一张结婚证 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 一个做了两年公主的人 突然被打下了公主的舞台 是吧 对 心里受不了是吧 是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先问一个 最关心的问题 打过人家两次对吗 对 赔礼道歉了吗 没有 先赔礼道歉 如果连这个事 都做不到的话 咱们的话没得谈了 先道歉应该吧 对不起了 不应该打你 也有一会 对不起 受到什么 受到你了 我了 受到你了 不应该打托了 你 这最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先把最原始的积累先积攒好了 别借东家借西家去赚钱 你压力更大 在这么大的压力情况下 你的日子过不好 你的生意也做不好 这个够包容的 要换另外一个老婆 你不知道是啥样的 所以好好反思 你自己的这个情绪 未来还会怎么办 这个女方呢 我觉得今天我听起来是来告状的 纵容和包容不是一个概念 打人这件事情 不能忍 坚决不能忍 要不然你的日子是没办法过的 所以请你坚守立场 两次的家暴 他如果不能为这两次家暴 付出代价和自我惩罚 那日子 对不起了 先暂停 你也得止损 要不然婚姻没了 还得挨打 好吧 知道了 谢谢 谢谢刘老师 知道他为什么 一次又一次地打你 知道 知道为什么 他不断地辱骂你 知道 知道为什么限制你的自由吗 知道 因为什么 太纵容他了 对 就是你一次又一次地 所谓的包容 你这完全没有原则 没有底线 觉得 打完了 也挺好 你依然在给他打工 而且应该不给你工资吧 不对 就是 你还真不是打工 人家正经打工的时候 拿工资的 你什么都没有 在外面12个小时的工作 回家要做家务 他可以 没所欲为 去喝酒 回来就答你 所以啊 解决这个问题的 根本在你这 为什么领这之前 他能百般地 包容你呢 因为那会儿 你有自己的选择的余地 你有自己的工作 有自己的生活 它仅仅是你生活当中一部分 但是恰恰领这之后 你完全没有自我 你没有独立的一个人格存在 说白了 你根本就不尊重自己了 他凭什么要尊重你呢 所以 解决问题的第一点 要让他至少 看得起你 怎么看得起你啊 有份工作 对 第一 有自己稳定的经济来源 第二 暂时跟他分开 有自己独立的生活 让他知道 你不属于他 你只属于你自己 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你 要爱你 要为你付出 自己先尊重自己 他才可能看得起你 好吗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齐老师 我们说在婚姻当中 我们 第一种 是在年少的时候 陪着自己的男人 过苦日子的女人 第二种 给你做梦子的女人 都排到 来 你们 了 是 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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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请回吧 谢谢 请关门 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我们来看看这个姑娘是怎么选的吧 请开门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有请 哈喽 去吧 跟哥哥走 我希望今天是这对夫妻全新生活的一个开始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先生可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同时我也提醒妻子 做一个好的妻子需要智慧 做一个好的女人需要独立 一段好的婚姻 一段好的婚姻需要你们自己努力去经营 好吗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老婆一会会好好对你的 相信我 我也不想刚结婚 那有半年就给你离婚了 觉得想闪离了 但是以后我想我做的事业 你也能让我去自己去做 给我点自由 以后会的 慢慢的 来 请亮灯 好好过吧 要保识一备诗 祝你们快乐 回吧 谢谢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 下一对嘉宾朋友 他们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不知道自己还算不算他女朋友 现在他对我态度越来越冷淡 所以对他女闺蜜特别体贴 我没有对他冷淡 只是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总不能天天腻在一起吧 我不反对他和一星交朋友 但是得有一个尺度 他们的关系走得太近了 我和他什么都没有 是他想的太多了 平时只是帮他一些小忙 他就总认为我们之间有什么事 我觉得他俩其实才是一对 我就像一直夹在他们中间的阻碍一样 既然他不愿意离开那个女生 那我只有选择离开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潘24岁 来自唐山 是一名个体 女嘉宾小叶24岁 同样来自唐山 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认识的 你们俩 他是做服装销售的 在去年的时候吧 我就去买衣服嘛 当时正好是他招待我 我当时看他人长得这么漂亮 然后对我也挺热情的 我就主动要了微信号 然后就每天就聊天呗 感觉这女孩还不错 然后就追求他嘛 有一次在外面一起 吃完晚饭之后散散步 最后我就表白了 然后他也就答应了 你是怎么说的呢 我当时就表白也是挺简单的 就是跟他说我喜欢你嘛 然后你说什么了 他一开始都不是那么说的 他说他喜欢我 他说我以后会一样 就是像肩带着 对你这么好 然后我一生一世都陪你 然后我就爱你一个人 女生记得这么多 这些都是他编的吗 他心里想的还是你说的 我说的 OK 好 后来这小子怎么就编了呢 姑娘 你发现什么了 跟大家说吧 后来他闺蜜 就是分手了 他闺蜜 男的女的 女的 要男的我生啥气啊 就是你还有一个女闺蜜 对 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嘛 高中从小就认识 然后呢 分手了 跟谁分手了 跟他前对象分手了 就缠上他了 一开始我们俩搞得这样还挺好 然后后来的时候 他闺蜜分手了 就开始就天天跟他唠嗑啥的 也不打理我 我招过他 他老说忙 然后出来吃饭 然后他也说不去 说工作有事 好不容易同意了 接我去 带着人家闺蜜 然后说 那个我今天得跟他一块 我说行 那你待着呗 然后后来的时候看了一眼 说了个嗨 他俩都走一块去了 我在后面跟着 不是 等等 我想想这什么场景啊 嗨 他俩走一块 你在后都跟着 嗯 他们俩手拉手吗 没有手拉手 他俩就特别开心 并肩的 然后你说我笑的 我在后面跟着 那你为什么不站在旁边呢 他俩也得给我个地儿啊 那么紧密啊 嗯 事情根本就不是他想的那样 吃完饭呢 然后吃饭的时候 我坐在旁边 他跟他那个闺蜜就在那儿 你俩我俩俩俩高中的事 也没瞅他闺蜜俩俩不高兴 然后就我在那儿 就是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等最后走的时候 人家也没说松我 然后说那个太晚了 你先赶紧回去吧 那天就是我那闺蜜 刚跟他男朋友分手嘛 就是心情特别不好 然后情绪挺低落的 哦 然后我想着就多陪陪他嘛 然后那天就让他回家了 我也跟他说了 我安慰安慰他 让他先回去 女朋友你没送 你去安慰闺蜜 是这意思吧 对 我们 我跟我闺蜜就是认识那么长时间了 就是那天特殊情况 因为她分手是吧 这事就算翻篇吧 姑娘 是 特别好 然后后来那个 后面还有事呢 你看看 一堆呢 那个后来的时候 他闺蜜就那个 找我去旅游 你说你孤单寡女的 你们俩旅啥游戏啊 我干啥吃的 你有对象 你也跟人家去 问我 这事还用问吗 问你什么呀 说带你去还是一起去 不 问我 那个我可以去嘛 然后你咋说的呢 我说你带我呀 我说咱们仨一起呀 人家说就是说 我跟我闺蜜一块去 我闺蜜也没招呼你 对 然后你怎么说呢 我说没招呼 我说你俩一块去呀 去了吗 不行呗 我说你跟我搞对象呢 你跟人家去啥呀 他说那个就是 挺不乐意的 就是好像我 还就是阻碍他们俩 就是友情 友情的小船了呗 我当时也是请示她嘛 人家我女闺蜜是邀请我了 我邀请我 我是觉得这事吧 有点不妥 你也觉得不妥 所以我就跟她说了 对 这还用问吗 问是尊重 没别的事了吧 一堆呢 然后后来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看电影 这不美人鱼上映了吗 我一想呢 我挺嫌恨取机片 她也挺嫌恨的 然后我说看电影去吧 过了没两天 我都发现她手机里头 她们俩的恩情路 就说什么 今天招呼你看电影去 你去不啊 然后她闺蜜问她 她说去呀 然后说晚上十点半的场 她说行 我订票 不是 你凭什么翻看我微信呢 这个事是她错了 有没有这事吧 有 是有这事 那时候也是因为她分手嘛 然后我就觉得 不是 你这女闺蜜分 分我多少回手啊 吃饭是分手 旅行也是分手 看见 她是 我要是她 就是她之前交的男朋友嘛 不是 她交了几个呀 你们说这些事发生在 都交了一个 然后后来的时候就一直没缓过来 哦 你女朋友描述的比较清楚啊 一直没缓过来 是啊 看电影了 十点半的 美人鱼 但是我们之间也没发生什么呀 没 这是 人家上面写着了喜剧爱情片 你说你跟一个闺蜜 大晚上十点里看爱情片 人家都那个跟情侣 她搂搂搂搂的进去了 我这也不是没跟她搂搂搂搂吗 你是没跟她搂搂搂搂 你们俩一块看电影去了呀 就啥事都传上她 就是人家同事吃饭 谁同事吃饭 她跟那个 她们的闺蜜 然后她们同事一块吃饭 找我她 人家饭太多吧 吃不了了 找我你 不是 那也是有特殊情况的 当时她那个 其中有个同事在追求她 然后她就是也不喜欢人家 然后她就是让我去 陪她吃个饭圆一下场 就是这意思 那就是说 你应该是你闺蜜的男朋友咯 我不是她男朋友 你一定要被人圆什么场啊 就是让她同事放弃吧 为啥呀 你又不是她男朋友 她放弃什么呢 就是让她 你说你闺蜜怎么介绍你的 就是她介绍 我就是跟那个她同事说的是 她比较喜欢我嘛 然后就是让她放弃 人家都说出实话来了 你快跟她在一起吧 就是这是我喜欢的男生 你放弃吧 是这意思吧 对 行吧 人家那么多哥们 为啥都叫你呢 他是外地人嘛 就是一个人 我们都在庞山 不 为什么 你女朋友问的是 为什么他都叫你 不叫别人 是啊 他在庞山就 认识的人也不多 然后跟我就从小玩到大的 两个人关系比较好啊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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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没了吧 然后后来的时候 他们同学聚会 还有 跟你说了吗 读了试了 哎呀 我看你们俩 这爱情的小船 是说翻就翻的 来吧 接着听吧 我是忍无可忍了一个 他们同学聚会 我说我也想去 然后人家说 那个我们同学聚会 你都不认识 你去干啥呀 就认识那么几个 人家还带对象呢 我说人家都带对象 不啥你不带呀 那他说 人家都认识 对象跟那个 我们同学还都认识 是啊 你跟他们不认识啊 我猜他是不是带闺蜜去了 对呀 他闺蜜一块去的 闺蜜我们高中同学 他高中同学 人家说 高中同学聚会他当然去了 女人特别好 人家高中同学 然后我们一块聚会 当然有我们闺蜜了 然后后来的时候 我都看他哥们发的朋友圈 人家中午的时候 跟他闺蜜都是 有说有笑的 然后坐旁边 那么多女的呢 为啥不 那个一块坐着 非得坐你旁边呢 然后后来 你听他呀 然后后来晚上的时候啊 唱去KTV去 然后他俩还对唱情歌 你看我干嘛 你说 怎么回事 我跟他唱 是唱情歌 你说去KTV不就是唱歌吗 当时也就是同学起哄 让我跟他合着唱一首 那同学怎么就 亲你们俩的哄呢 你是想问这个吧 对呀 人家亲你们俩干啥呀 也不是亲我俩哄 他们别的男生也合唱过 跟别的男生也唱 现在那么多歌都是情歌 我们就随便选一首 不是 那我后来让你回来 你为啥不回来呀 我跟我同学玩得正高兴呢 你一个电话打 我也就让我回去 是 那我问你 人家那个你闺蜜 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蹭一下都过去 我心情不好 你哪不过来呢 你这是心情不好吗 你这明天就是 我这不是心情不好吗 你这就是想的太多了 我觉得 对 你是过来了 你三天以后过来 不不不 这当天晚上没去啊 没去 不搭理我啊 晾你了三天啊 晾了我三天三夜 我不是 我不是知道你生计 想让你缓 你们俩现在还好的呢 我们俩现在我不搭理他 你是来挽回的 这三天三夜就完了吧 没有 他再找你就不应该搭理了吧 没有 他还哄我 我都跟他和好 你又 行 往下说吧 和好之后 他和好了 然后后来的时候 我正好快过生日 然后他给我送了个手表 我也挺开心 对对对 是吧 人家这还挺想着你 是给你买个手表 一夜不都是每分别 要跟你在一起吗 是啊 我挺开心的 然后后来的时候 我那天翻他淘宝 然后人家这家伙的买了两块 我问他 我说你那块手表给谁了 给他妈的 不 人家有那个直接告诉我的 我给我闺蜜了 是啊 我给我闺蜜怎么了 人家也是 就是他生日跟你比较近嘛 同款 同款 对 我也没想那么多 还一个傻的 我就觉得他俩一起过生日 然后就买两块 一人送一块嘛 就比较方便 再说我也不知道那寓意 我要知道的话 我也不会送他 然后我特别生气 我不建议你跟一星交朋友啥的是吧 但是那有个度吧 那也注意分寸啥的吧 你咋我感受了吗 他说我什么都是小心眼 说我猜疑 不是你不猜疑吗 那时候那你看我微信干嘛 那我不看你微信 我咋知道后来的事啊 后面还有事啊 我说你看我微信就看了 他跟那女的 是闺蜜吗 闺蜜啊 闺蜜啊 那女的跟他说 虽然咱俩现在不能在一起 但是我希望找一个像你一样 对我真挚的男朋友 我感觉你误解他的意思了吧 他的意思就是 希望找一个男朋友对他真诚 意思就不是非要找我 况且我们这么多年认识 他要跟我好 早就跟我好了 是是是 不 人家都已经给你安事了 更可惜的是啥呀 人家发了个笑脸 好的 他发的 他发的 你快答应人家去吧 你快跟人家好去吧 你还回来玩为我干啥呀 我说好的意思就是 希望他以后的男朋友对他好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咱俩我真过不下去了 我说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终于觉醒了 咱俩还是分开吧 我退出算了 我真的我受够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 他总是想的太多了 然后对我还不信任 你现在是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多 还是跟闺蜜在一起的时间多 那还用问吗 想他说 肯定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多呀 我闺蜜就是 跟你在一起多是吧 偶尔找我一下 你跟我在一起时间多 咱俩都聚首离多多少时间了 说实话兄弟 没事 我跟我闺蜜也在一起时间不多呀 我不就是因为工作忙 才没去找你吗 对 你这家伙的你跟我说 什么那个太晚了 早点睡吧 那时候十一点多啊 有时候我跟他说我不困 他说那个那我困了我睡了 然后我看他们记录里头 聊天啥的 有时候经常聊到一两点 那你咋不困呢 不是 我跟你聊天 我们都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我跟你聊天总是那几句话 然后我不担心你休息嘛 那你跟人家聊天 能聊到一两点 你俩有啥可聊呢 他那是有事儿才找我 我才跟他聊的 唉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姑娘你什么意思啊 不想跟他搞了 那就别贪了就走呗 那来这干嘛 我多说想他应该给我一个说法 哦哦哦哦 你来这干嘛 我来这主要就是为了 我挽回他嘛 然后 喜欢闺蜜还是他 说实话 肯定是喜欢他呀 闺蜜喜欢你 不喜欢 闺蜜是不喜欢 闺蜜喜不喜欢你 他不 他真不喜欢我 闺蜜喜不喜欢你 他不喜欢我呀 你喜欢闺蜜吗 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 我不喜欢闺蜜 好了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和闺蜜就一直关系这么多年 都这样很好吗 对 还是这段时间比较好啊 我们高中的时候就认识嘛 就一直很好是吧 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很好 闺蜜谈过几次恋爱啊 谈过两三次吧 是不是逗你把人给搞分手了呀 不是 怎么可能因为我 你天天跟人闺蜜那么好 人家男朋友能乐意吗 他有男朋友的时候 他肯定有事就找他男朋友了 但你闺蜜就没有考虑过说 你一个有女朋友的男闺蜜 经常这样的亲密接触正常吗 我俩就认为 我问你这样说实话 如果没有现在的女朋友 闺蜜也单身 你也单身 你俩有没有可能走在一块 我觉得还是没可能 为什么 因为我认识闺蜜比她早啊 我跟我闺蜜要在一起的话 应该早就在一起了 不探时间 感觉 有没有感觉 朋友嘛 较好的异性朋友 那你还没有除了闺蜜之外 其他的异性这样的朋友 类似的 没有 就跟她关系好一点 你在之前谈过女朋友吗 在她之前谈过一次 那为啥分手啊 主要是因为就是她觉得我不够好吧 对她的关心不够她觉得 那段时间有没有跟闺蜜一直走得很近啊 有 有啊 对啊 所以就是请你思考一下 就是你的这些行为 导致这两个女朋友的目前的现状 已经有一个分手了 这个可能还要分手 你没反思过吗 如果说你懂得恋爱的这些标准 或者恋爱的这些处子的话 那你应该很清楚 有些标准是过了份的 这个爱情的这个排他性 你没有考虑过吗 是 我感觉我跟她 就是她也是让我跟我闺蜜 保持一个距离嘛 嗯 我感觉我跟我闺蜜距离 已经保持的 在我看来已经很恰当了 然后她 她就是一直 不这么信任我吧 我觉得 好了 那个 我启发了半天 启发无效 这个有点顽固了 那我就劝女生放弃吧 要不然这样下去的话 回头就搞疯了 好 谢谢啊 余老师认为 界限不清 边界不清 来 许总 今儿这事闺蜜知道吗 今天你们来的事 她不知道 你没跟闺蜜说 我没跟她说 就是 我回去建议你跟她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在我的感觉里 你的女朋友 和你的前女朋友 都是你和你闺蜜 生命当中的过客 她们俩是用来考验你们俩的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啊 你跟你闺蜜做的几件事情 都是应该发生在情侣之间 而且 还做了非常过分的事情 就是 你们仨在一起的时候 你跟闺蜜在一起 说嗨 然后走了 对吗 你觉得跟她已经说来说去的聊天 就那么几句话 不好意思 我困了 然后 转头你就在跟闺蜜彻夜长聊 所以啊 女孩 拜托啊 她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一而再而三的 我们都听了都做不住了 您还能跟她在一起 就是想原谅原谅她事实 看看她能改不能改 这不是原谅的事 如果说她自己不能清楚 自己的真爱在哪里 你应该比她要清楚 否则你们俩都是一对 糊涂的 就这儿 好 谢谢 谢谢曲总啊 胡老师 我问一下男生 除开情人眼里出席诗 这句话不说 客观地讲 你的闺蜜和你的女朋友 谁长得好看一点 我觉得我女朋友 长得好看一点 谁的身材好一点 我女朋友身材好 谁的气质好一点 女朋友的气质好一点 但是呢 和你跟女闺蜜之间的距离来看 其实你不反感你的女闺蜜 我这样说对吗 嗯 我要反感 那是不是说明你的女闺蜜 应该从某一方面 应该比她要强一点 比如说 虽然在外表上 都不如你女朋友 是不是她性格更好一点 因为你跟一个女生走得那么近 总有一些东西是吸引你 对不对 至少你不讨厌她们 她是性格上 比你的女朋友更好一些吗 性格上应该比她好一点 我觉得我女朋友 什么事都太计较了 太计较了 所以说 如果把外表内在和性格打包 就整体形象来看 客观的来讲 客观的来讲 你跟这两个女生相处 在谁身边更轻松一点 我有答案 不用回答 我不为难你 我这么说 不知道合不合适 你的女闺蜜不喜欢你 但是你 我觉得应该是喜欢你的女闺蜜 你女闺蜜 你只是在设恋的时候 把你拿来疗伤而已 她只是在自己落寞的时候 才会来找你寻求安慰 而你之所以 在跟女朋友热恋的期间 会去帮别人疗伤 是因为这个女人 你一直想得到 却没得到 所以 你才会跟她在一起 我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 但我想可能应该是这样 我不是要当所有的人面戳穿你 我们保卫真实的爱情 一定会让你енным一点 但我来说 这是两位的女情 是不想让你 对我可以让你 来理解 这就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吧 黄金60秒 对不起 来 请关门 其实听这个姑娘讲到几个细节的时候 基本已经能判断出来 心根本就不在了 这个世界上还就有这么一些人 她可能不是真的有心 她在那个阶段真的搞不清楚她喜欢的是谁 结论我相信大家基本都知道了 但是这个舞台也挺有意思的 就转门非常神奇 今天她还会再现神奇的那一刻吗 请开门 以前都是我的猜测 没想到她这次在台上亲口承认了 既然她都把话说得那么明白了 我感觉没啥可在一起的必要 在离开的最后一刻 我也不清楚我自己到底喜欢谁 我觉得我需要给自己一段时间冷静一下 我也不想再给她带来伤害 所以最后我选择了离开 其实没有什么遗憾 这是一个好事 因为至少让一个年轻人知道了 什么是我不想要的 那在未来的生活里 我坚信她们一定会找到 她们自己想要的那份属于自己的爱情 接下来一起进入一辈师爱情保鲜记 胡老师 爱宝官微的网友提问说 我跟老公结婚以后 老公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在外工作一个月 然后回家休息一个月 一年有半年是在外头的 半年在家里 在她的